大家好,我是 Ray Ma 我們來到 MWC 會場附近 因為待會比較多人 所以我們在這裡做了 Intro 靜靜地先 今集的主題是找回2024年最新的摺疊螢幕手機 或者摺疊螢幕的裝置 有什麼新的科技 還有摺疊下一個奇異點 會否今年出現呢? 一起入場去找一下吧 因為我還未去看 Let's go 今次我們都在一連一度來到會場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有什麼最新的摺疊機 有什麼除了橫打直接的形狀之外 有什麼形狀上的改變 而這個是之前在網上見過的 但我們現在實在看到 是一個Motorola 可以向外反轉的一個油性屏幕的裝置 還有一部電話呢? 還是一個可佩戴穿戴的裝置呢? 向外反呢? 就像握著一隻手腕一樣 它是一個電話 亦都可以用一個錶 又或者可以直接像我一樣 站在這裡做一個視訊 而它的機背是真的被人佩戴在手腕 它是一個類似Mesh Fabric 一個布藝的機背 一個親膚一點點 軟身一點點的機背 那裡有人在用 它就很安全地在機背 其實還有一個像手錶一樣的帶 扣緊的 但是估計目前在這裡展出 它也是激發一下大家 對於油性屏幕的用途的想法 未必真的會投產或推出市面 但是我在目前這裡看到 它就可以把螢幕反轉出來 做到Fiddle Conference 或者好像一個Tent Mode 變成兩邊都有各自的操作介面 一部電話可以讓兩個不同人去使用 這個真的像Sci-Fi電影一樣的 Lenovo ThinkBook 是一個透明螢幕 放在電腦上就第一次看到 在醫療上或者教學上 是一個小尺寸的透明螢幕 可以做到一個看到後面 See-through的效果 然後上面on top 加上一個好像AR的操作 但是說到這個可以摺疊的螢幕 或者是油性屏幕的裝置 第一個聯想到都是Samsung 所以我們現在再看看Samsung OK 我們來到Samsung Display 今年在它們上面有OLED 5 似乎最大的重點是OLED屏幕 但是我們這裡要找接螢幕 好 過去看看 這個是去年我們都已經見過的 Flex S 和Flex 螢幕 這個Flex S 是三折螢幕 就像S 螢幕一樣 因為上年也看過 我們不浪費太多時間 這個我們上年也有看過 它是一個可以Rollable 可以延伸和縮窄的螢幕 上年我們也看過 似乎沒有大變化 所以我們這裡很快就 skip 了 反而今年在那邊也有一些新的裝置 其實它是比較像Flipp的手機 Samsung Flip 但是它在這個機頂 看到它多了一個 wrap around的設計 估計是關掉螢幕之後 就可以在旁邊看到一些基本的 notifications 它在這個demo 只有一塊螢幕過 它在機背後就沒有其他螢幕 在這個use case scenario 就可以透過這個上面 拱起這個位置看到一些短訊息 今年它們伸展出這個設計 就有一個Flex In and Out 這個Hinter 就有一個全新的設計 它除了我們見慣的Fold 就是向入接 它亦都可以再向出接 它這個螢幕可以做到幾大角度 暫時就不讓我碰到 但如果做到一個360度都能接的 Hinter 都頗厲害 最後還有這個Flex In and Out 就是一個Flipp機的form factor 向內接和向外接 這裡有一個接螢幕加Rollable的二合一 它可以有一個10.5吋的接螢幕 而它可以延伸到12.4吋的 這裡還有Rollable Flex 是一個12.4吋 Full HD Plus 的解像度 它們今年全部都有抹掉解像度 它小的時候可以小小一個窄的 一個bar 形狀的裝置 但是再一路拐大它 它就變成了一個平板電腦 這個我自己覺得是很實用的 今年它這個裝置似乎是再完成度高了 而且特別是這個Rollable 我自己覺得是實用的 因為它關閉了的時候 它變成了一個細小的裝置 而最重的重點是它放大 拉大之後變成一個平板電腦的尺寸 但是我收起來的時候 它又可以在一個保護的狀態 不會將整塊螢幕外露 所以這個在目前我認為 是它的完成度最高的其中一個 亦是很實用的其中一個 亦是很實用的其中一個 而旁邊這個箱 雖然我完全不知道實用性在哪裏 可能我暫時未想到 但是過往的接螢幕 其實通常只是打橫或直接 是需要一個平面的接螢幕 但是這個接螢幕就特別之處 是它可以做到任意角度 不規則形狀的彎曲 它都沒有爆螢幕 它只是上半這個位置 有少少彎曲了 但是下面的位置仍然是平 過往這個是絕對高危 而且超級不建議對一塊螢幕這樣做 因為它很容易在中間彎曲的位置 吃力位會爆裂 但是這個Flexible Panel 就可以承受到這樣的粗步對待 這裡是它們的接螢幕 剛才做一個robot test 的時候 以為是傳統螢幕 因為太多人圍著 但原來它是在試一些新的接螢幕 而這個是一個新的Samsung接螢幕 它是經過了MIL STD 或者是0G 軍事營證的接螢幕 暫時這個螢幕沒有正式推出市面 但是相信即將在下一代的接螢幕 在放跌性能上不會有提升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Integration 它可以跟隨聲音樂的form factor 和Aesthetic 去插入機身的外殼 這樣就做了一些小小的操作 但我有需要的時候 它變回一個完全大螢幕的平板 用來看MV 或者再看一些 Album Art 的時候就適合了 但我想把它收拾細 放在一個compact 位置也可以 最後這裡還有一些Micro OLED 面板 它們是一個密度很精細的顯示器 用來使用的用法 其實它們都放在這裡 就是VR 它這裡直接在放大鏡裡面 但螢幕還是很清晰 看不到火粒感 Samsung 也有展出了 它們這個比Laptop 用 真的是超級極薄的螢幕 而且它們也有跟剛才Motorola 類似的form factor 一個插在手腕的油性屏幕的裝置 不過似乎它的螢幕接頻上 或者完成度上 就沒有剛才Motorola 機背 考慮到比較親膚 整部機器很粗暴對待 很穩固的 而摺機還有一個沒什麼大的突破 但是絕對在外觀 以及機身的厚度和重量上 都是很矚目的 就是Porsche Design Honor Magic V2 RSR 這個其實就基於Magic V2 規格和機身的Dimension 都是完全一樣的 它都是世界上最輕最薄的摺機 而最大特別的位置 都是機背灰色的設計 它的質感 以及機背骨線的設計 真的很銳利 很銳利 好 最後我們還有經過ZTE Booster 雖然沒有什麼電話 它們會在香港開啟 暫時 但是早前我們ROG的影片 有不少觀眾都說到 紅魔的Under Display Camera的摺拍鏡 以及整個機身都是四方形的屏幕 很震撼的感覺 所以我們也去看看它們有沒有什麼新的設計技術 這個是Nubia Z60 Ultra 也就是紅魔Nubia的版本 它最大的特別之處就是它的螢幕 嘩 大家看看 完全是找不到它的平下鏡頭 這個平下鏡頭真的做得完全隱藏 但是我們開自拍的時候就找到了 但是正常的時候 都真的完全看不到 這樣 但是實際的實拍效果是怎樣的呢 沒有辦法 始終它是一個平下鏡頭 它有一些圓光的效果 始終它是一個螢幕下面擺的鏡頭 影響了成像質素 但是透過軟件運算 某程度可以令到它顯得一點 但是要拍一個漂亮的自拍就不是的了 而這部機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它的三鏡頭配置 超廣角是18mm 而主鏡頭是35mm 還有85mm的遠焦鏡 而它這個相機系統 它還有支援Street 的模式 Street 的模式 它是這裡有不同的菲林模擬 我們試幾張 Street 的模式 Street 的模式也有推出了一部新的攝影機 吸引到眼球 因為它的相機位是一個圓形的外螢幕 它在自拍的時候 可以在外螢幕上做到一個主鏡頭的Selfie 它的Duel Rail Hinge 都可以做到圓停 都可以實在的 任何角度都是穩固的 反而這個是值得一看的 是Nubia 的PAT 3D 2 雖然香港未必有機會看到它 但是在現場這裡看 看到嗎 它在這裡上面有兩個鏡頭 它是做了眼鏡頭的 它正在認知我現在用什麼角度看著這個平板 然後這塊面板就是一個3D的面板 其實我現在看到這個出土文物浮起了這個位置 我很肯定這個鏡頭拍不到 我很希望它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但沒辦法 它只是我的眼睛才能看到 現在我看它的頂部 我沒有碰到它 然後我一直看底部 我就看了這個瓶底部 沒有碰到它 整個立體浮起了 最大特別的位置是 它除了剛才預錄的3D 模特兒之外 其實是所有平面的內容 好像一條YouTube 片一樣 它都可以透過On Device的功能 將它由2D 變成一個3D 畫面 好像這個片一樣 它都會追蹤著我的眼球 去實時運算了3D 效果出來 我現在看到這隻袋鼠是有立體感的 這裡前面有些花 中間這裡 和後面有一個深刻的 看著這個主角與背景 離開得比較明顯的 它莫名其妙地有一個實時的3D 效果 但是它始終是一個受現時科技限制 它的resolution 無法做到 跟它native一樣 這也是實時的肉眼 3D 會把它的解像度減半了 所以看起來就不像4K 般清 但你會看到它有很明顯的立體感 最重點的位置就是這裏 2D 可以實時變成3D 沒有任何限制 它就像這款遊戲一樣 它真的會將這輛車浮起來 我也是希望現在畫面給大家看到 但我現在看到畫面就是這輛車凹起了 後面的山景也是有它的立體感 這個也挺刺激的 現在畫面看到的殘影 其實是讓我的肉眼看到 會因應兩個前置鏡頭 分析我的眼睛的距離 以及對於螢幕的角度 實時輸出了一個相對我的眼睛看到的3D 效果 所以現在是一個2D 即單鏡頭的影距 只會看到一個殘影 但我對眼看就是一個3D 畫面 後來而這次的影片 最後我們去到Nothing 舉辦的After Party 在Barcelona 那裏 他們都有一個小驚喜給我們 就是他們最新的Nothing Phone 3 2 1 好 這是一個Phone 2A 這部Nothing Phone 2A 是一部中階機 它的定價相對比較親民 以及走性價比路線 所以它的Glyph Interface LED 燈 就只是機背上半有 而機身下半有一個流線影 或是畫面設計的機背 上半有雙鏡頭和這個LED Glyph Interface 發光的機背燈 好 下一集我們會更加聚焦 說回現在最新手機上的AI 應用 以及 Qualcomm MediaTek 或是 Google 有什麼特別的AI 功能 今集我們MWC 的現場適合到這裏 接下來我們會有更多的最新手機發佈資訊 以及 MWC 現場適合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鈴鐺 有一個新影片的時間在這裏 下次再見